小乐高带乐趣欢迎来到坏雪的乐高仓库 坏雪答应过大家今年开始会做英雄工厂以及生化战士的产品 那今天我们就来开始做第一盒70793这一个骷髅牛角战士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我们这一盒70793骷髅牛角战士完成了 怎么样 做出来的这个样子看上去还是很威武的吧 72片乐高积木搭出来的这么个骷髅牛角战士 看上去真的挺凶残的 他腰间这边用透明紫色做出来了骨头的效果 再搭配上这个灰色的胸甲 一看他就是一个不好惹的家伙 再配上头上两个大大的牛角 不由得让人觉得他身前是不是一个力大无穷的牛头人呢 既然是生化战士 大家应该知道他的关节可动性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脚腕膝盖以及与身体连接的部分全部都是使用了球形关节键 那这个球形关节键咬合力适中略微偏紧一点 这可以很好的让你支撑这一个成品 让他摆出你想要摆的pose 由于他的身子是一个一体键 所以并没有腰的设计 他这边是没法旋转的 但是他背后有一个机关 有一个简单的联动机关 可以使他有一定的动态效果 来 后面这个红色的圆点我们按下去 他整个手就会往前伸 来 哎 怎么样 感觉就好像他拿着斧子再往前砍一样 看上去的动态效果还是挺带劲的 而他脸上的这个面罩呢 也是带有爆面罩的效果 这边往上一抬 哎 他的这个面罩就会被弹开了 嗯 而且面罩装上去之后 透过面罩还能看到里边透明尘的这个颜色 看上去就好像他的眼睛犯着邪恶的光芒一般 他手里的这一把大斧子看上去也挺带劲的 两把大斧 嗯 这个大斧 我觉得完全可以拿出来 放在你其他的那种用乐高搭建的机甲上面 也相当合适啊 比如说我们后面试试 把它拿在幻影忍者的机甲手上 哎 他怎么倒了呢 另外这一套里边也搭配了一个面罩 可以让大家还原动漫里边的清洁 这个面罩看上去样子 呃 配色有点不太舒服啊 其实这一套70793呢 他还有个特别的玩法 哎 就是一个合体的玩法 你只要把70791 70792以及70793 这三个全部都收集齐 就可以组合成一个大的骷髅战士 嗯 这个大的骷髅战士看上去 让我觉得有点像星球大战里边的角色 你觉得呢 最后我们给他戴上另外一个面罩 试一下效果 戴上去感觉非常的违和啊 嗯 还是原来的面罩 好看一点 好了 今天坏雪的乐高仓库就到这里 这一个70793 他早已绝版 那你现在如果想要买一个全新的70793的话 差不多200元左右吧 嗯 性价比我觉得还是挺低的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